女人独自在家 蒙面歹徒突然破门而入 女人下惨了 她不知如何是好 还没来得及报警 就被扑倒在地上 手无腹机之力的她无法反抗 事后 她却没有第一时间报警 而是去医院检查艾滋 安全意识非常到位 回家后 她平淡地收拾一片狼藉的骨子 然后洗了个香香的泡泡浴 仿佛一切的肮脏 都随着洗澡水而去 早后 还饶有兴致地点上一份外卖 准备美美地吃上一顿 她就像个没事人一样 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 虽然没有报警 但她还是有所防范 把楼上楼下的水都换了 睡觉也拿着锤子防射 当儿子上门带着 询问她脸上的伤痕时 她也撒谎说是骑自行车摔的 别看她面对侵犯时如此诺 她可是一家游戏公司的老板 名叫李歇尔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女强人 一手操持着整个公司 对于下属的质疑 她选择当面回毒 虽然事业有成 但家庭却一片混乱 风流的母亲养着 小白脸无能的儿子 找了刁蛮的儿媳 全家都靠她一人养 而她自己 和前夫还偶断四连 与合伙人丈夫也不清不楚 就当米歇尔以为 被侵犯这件事 可以瞒天过海时 她收到了骚扰短信 这让她感到不安 于是去武器店 挑选了两件 衬手的防身兵器 也许是心里压抑了太久 在一次日常的朋友聚会上 米歇尔向朋友们吐露心声 将自己被侵犯的事全盘拖出 朋友们一脸震惊 让她赶紧报警 可她却不以为然 只因几十年前她父亲的事 她父亲曾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总是在街坊邻居孩子们的头上 比划十字 久而久之 孩子们的家长不愿意了 于是她父亲 挨家挨户拜访 将他们一一杀死 而当时才十岁的米歇尔 也在现场 被警方和媒体恶意揣测 经过长期的审判 父亲被判监禁 这以后 他再也不想跟警察打交道 跟朋友们诉说完后 米歇尔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 可歹徒似乎不打算放过她 再一次加班时 米歇尔再一次收到骚扰短信 歹徒甚至知道她穿的衣服颜色 难道歹徒就是身边的熟悉人吗 她带着疑问 在公司里一番寻找 发现公司里只剩 一名摄影师在加班 难道歹徒就是她吗 可米歇尔并没有证据 53岁女人被跟踪 她保持冷静 掉到车后趁车主的注意 打碎车窗用防狼喷雾攻击对方 可此人并不是歹徒 而是她的潜伏 知道她被侵犯后 特意前来安慰 结果弄出乌鲁 另一边 歹徒的骚扰还在继续 这天 公司的系统被黑 所有电脑屏幕上 都是恶搞她的视频 但她还是不想让警方借口 于是决定自己解决 她让程序员暗中调查 经过一段时间排查 程序员在一名同事 的电脑里发现了变态视频 可米歇尔认为 这不是确切证据 而她心里却有了怀疑对象 她偷偷打开 这名程序员的电脑 果然找到了 恶搞视频的工程文件 米歇尔找到程序员当面对质 可程序员表示着视频 虽然是她做的 但不是她传播出去的 米歇尔让她脱下裤子 对照尺寸 确定她不是侵犯自己的人 第二天 米歇尔下班回家 发现她家门口围门了 邻居告诉她 有人试图闯进她家 结果被她发现 好心的邻居老王陪她进屋查看 老王四处查看是否有危险 并暖心地安慰她 米歇尔对此表示感谢 渐渐对这个高大威望 认真细心的老王产生好感 老王离开时 还恋恋不舍地望着她的背影 从这以后 她就时不时又望眼睛 偷偷观察住在对面的老王 一边偷看 另一只手还做着难以描述的事 圣诞即将来临 米歇尔鼓起勇气 来到邻居家 邀请老王夫妇二人 参加自己的圣诞宴会 老王夫妇欣然同意 圣诞如约而至 宴会上 各路亲朋好友齐聚一堂 氛围感十足 女人脱掉鞋子 不断蹭旁边的男人 向她表达好感 邻居老王成功被吸引 嘴角上扬 享受这种感觉 宴会结束后 大家都喝得半醉 米歇尔回到房间 发现了床单上的不明液体 电脑屏幕上 还有不堪入目的留言 那个侵犯她的歹徒又出现了 她感到一阵恶心 赶紧合上电脑 把床单扒拉到一旁 这天夜里 就要帮助 暗恋老王已久的她 怎会错过这个机会 二人一起 将屋内的窗户一一关上 越贴越近 直接抱在了一起 就在即将要缠绵时 老王雀面露南色 直接逃走了 只留下一脸猛逼的米歇尔 再狂踪再凌乱 心想 撩一半跑了 几天后 歹徒趁夜色 再次闯入米歇尔家 直接从背后捂住她的骨 将她选择在地 压在身下 不断地扇她巴掌 扒她裤子 米歇尔拼命反抗 趁机捡起地上的剑刀 直接扎穿了歹徒的手掌 歹徒被疼得弯弯直叫 米歇尔趁机摘下她的面杖 发现歹徒竟然 就是邻居老王 米歇尔一脚将老王踹翻 将她赶走 她趴在桌子上 感到不可置信 前几天 缠绵的时候你要跑 几天后 非要来玩刺激的 或不担心 米歇尔开车行驶在路上 心事重重 突然前方窜出来一头路 她猛打方向盘 没有办法 只好打电话给银居老王 老王飞速赶来 及时将她从车内救出 还细心地为她处理伤筒 一旁的米歇尔 花痴般地看着老王 前几天的事似乎都已烟消云散 二人的缘分还不止于此 这天 米歇尔和儿子在超市买东西 偶遇了老王 二人一阵寒暄 老王暗示她 她的老婆出去旅游 邀请母女二人共进晚餐 晚饭过 老王把她带到地下室 准备饭后活动 没想到老王有心理障碍 需要刺激才能提起兴趣 米歇尔心领神会 直接一个顶席 假装反抗 老王瞬间来了兴致 解开裤腰带 三两下就解决了战斗 事后 米歇尔叫上儿子回家 并对老王表示感谢 之后 二人越走越近 再派对上供物 为了寻求刺激 老王再一次穿上黑衣 戴上头罩 闯进了米歇尔家 二人心知肚明 心领神会 正干柴烈火之时 米歇尔儿子出现 老王后脑勺上 老王挣扎着爬起来 摘下头套 问道 随着米歇尔的鬼魅一笑 老王倒地身亡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的复仇 他的儿子属于自我防卫 背叛无罪 电影 它是一部复杂的心理惊悚片 所呈现的内容 不能短短几分钟讲解相机 更不能用几个词概括 喜欢的朋友们 可以去看看原片 原片中有更多的细节 等待大家去解读 好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